好 不知道二姐江慧看了这些现象会不会心里很难过 她本来是要告别台湾的歌坛 但是没想到因为这个售票系统的混乱 造成了台湾许多的乱象 我们看到排队的大家吵架之外 这个黄牛也来了 而同时也造成了排队的民众 大家自己互相疑神疑鬼 为什么我们都在排队 但是我买不到 它却可以买到呢 而且它似乎很熟悉 来了好几天 网络上我们刚刚也看到 的确是出现了不少黄牛 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规避法律 在高雄的售票现场 今天也有民众向媒体投诉 他们具体指出 你看看队伍中的这些人 应该就是黄牛 数量之后我们就会再发了 就在高雄江慧演唱会的售票现场 出现这几个人 大外套包得紧紧只露出一双眼睛 这里有 那边也有 有民众直接控诉 这些就是买票黄牛 昨天也有看到他们买到票 前天也有看到他们买到票 怎么可能一个人 买到三天的票 有买到今天第三天吗 排队的民众真的很生气 连续三天一张都没买到 怎么这些人统统都有票呢 指控他们就是黄牛 就从穿着打扮来看 清一色又大又厚的外套 帽子盖住头 戴口罩挡脸 尽量以背部试人 真的像是黄牛吗 连续三天都买到票 不离生的大包包里 疑似就装满现金 准备交易 特殊的打扮也遭民众指指点点 记者直接上前问问看他们从哪来 从哪别来的 你们排多久了 低头一句话都不回 充满防备心 另外这一群被怀疑是黄牛的 则是人海战术非买不可 我们在这边快了一个晚上 有的人是下班就直接来 也是要回去换个衣服的 朋友一起约 有大概脱头的那台 大概三四个 江卉演唱会的票 全台从北到南都这么难买 台北更出现像暴动的场面 买不到票的通通怀疑 买到的人很有问题 没有这个东西 家人都已经要看了 还买 买不到票的气急败坏 被怀疑是黄牛的 只能尴尬否认 但也有温馨场面 高雄这位阿嬷因为出车祸 住院一个月才刚出院 就急着来排队买票 出院的时候 顺便把我带过来这边排队 结果排队 排到晚上的话 还是没有排到 排队也乱 买票更乱 现在多出一堆黄牛来搅局 听场演唱会 竟然也得叠对叠 这里有清高雄报道 排票了 好